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現代人是聞癌色變 但其實不用色變了 因為其實 你一定得面對這個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癌症 是因為你年紀大了 那你的免疫系統也下降了 那這些癌細胞就有機可乘 不過有些癌症 也是跟你的生活習慣有關 讓你提早要面對 這些癌細胞的攻擊 所以今天我們要聊幾個 防不勝防的 這個媽媽會害怕的恐怖癌症 讓你措手不及 真的 來看看有什麼徵兆呢 好 這三個症狀分別是 愛喝滾燙的湯或飲料 好愛喔 這麼會突然覺得 有人在緊張喔 這不是媽媽嗎 你怎麼坐中間啊 我就不能來這邊坐中間 你要穿裙子才能坐這裡啊 我裡面是本紅色的啊 好 他大概大聲一點喔 第二個是什麼呢 重口味 愛吃醃漬食物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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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是什麼呢 經常覺得吞淹困難 吞淹困難 吞淹困難 有一點不舒服 這個其實應該很容易吧 對啊 都有 對啊 尤其現在天氣很冷 就想喝湯啊 而且我真不懂女生為什麼 這麼愛喝滾燙的湯 一定要 就是要熱熱的喝啊 因為 心裡冷 對啊 熱湯很舒服喔 好棒喔 我覺得我三個都有 你三個 好棒喔 完蛋的我 因為我前陣子在購物台嘛 然後在攝影棚的時候都超級冷 然後我都是穿那種小洋裝 所以他說已經沒辦法了 一定要狂喝熱的飲料 然後我就越燙越好你知道嗎 就覺得 越喝越燙的 我就覺得身體就暖起來 心也暖了 然後其實我們化妝間呢 就是一個 模特兒就是超愛的地方 因為它雖然很冷嘛 我們就要禁食 除了熱飲之外呢 我們零食不能少 而且化妝間休息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一定要做一個韓劇 因為有空檔時間 就做一個韓劇 就可以開始吃零食 我那時候就可以 看一部喔 然後我就可以吃掉整包的茶莓 可是茶莓好辣很好吃喔 然後再配熱茶 對 然後下班之後呢 一定要去吃火鍋 對 一定要呢 天天一定要加吃麻辣鍋 超過癮 而且每天吃鍋 我是都OK的喔 而且火鍋為什麼迷人 就是因為它一直是滾滾的 對 一直都很疑惑的 因為其實溫的 水喝進去你就覺得無感 對 而且有點噁心奇怪 對 對 就滾滾的才有存在 那妳為什麼不喝長漿 長漿也滾滾 真的 真的 我是不是要講錯話 講錯話 你是不是要打我 我果然想創在 你最近演的那個電影很好看 真的 妳裝扮一下很猛 妳是把大家出來上節目 輕鬆一下嘛 可是我真的這樣子做之外 我就真的第三個 經常覺得吞咽困難耶 因為我就發現說 我上購物台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有異物卡在喉嚨 還是我想說 但是妳不是蠻多 沒有啦 還是妳茶莓的指望不出來了 有可能 我就狂喝樂的 我想說再更燙的飲料 應該就可以讓它衝下去 對 可是完全沒有好轉 我到現在都覺得 我喉嚨一個東西 好可怕 對啊 我就覺得 天啊 我現在有點害怕 因為我也是超愛喝熱湯 我也是覺得溫的湯很噁心 對 然後湯一定要冒煙 因為如果家裡的湯冷掉 就吃完飯冷掉 我還會去家人 湯家 而且 妳為什麼不去喝長家 妳為什麼要被燈會帶壞 總覺得有地方可以喝 我還滿開心的 可是欣賞妳會不會就是 有時候喝喝 上樂會脫掉一層的 會 很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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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個是好朋友 因為我們三個就是 一起約好 其實是 我們要一起脫掉一層的 一起脫掉一層的 真的 這樣子 然後她辦公室的時候 然後她辦公室的時候 她有時候還會有汁在裡頭 然後她有一個 這樣子想 對 對 沒有啦 我要放進去 你好好說 不是 像現在我就是回公司 上班 然後我都會自己 因為我真的太怕冷 公司又很 那個冷氣又很強 對 所以我都會習慣 每天中午都自己在那個雞湯去 然後雞湯一定要 我要微波到滾 然後就是上面就是 噗嚕噗嚕 那但是因為呢 中午吃飯要微波很久 然後你知道就有很多人 要微波 所以我都會提早去 然後熱十分鐘 然後就這樣 十分鐘 對 十分鐘 我一定要她沸騰 就是喜歡那個 雞湯在上面 然後一口喝下去 然後上面燙到破皮的那種感覺 對 可是她家肉 都變滴滴滴了 你知道嗎 對 這樣子很厲害 她今天怎麼那麼幽默 對啊 幽默至於賞你們一個痛快 告訴大家 訪問聖盤還聖是什麼 天啊 這些人真是有病 絕對於是狗腔癌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就知道 來討論過我們 剛剛是有兩位名人 他們其實也遇到這樣子 對 所以之前以你對他們的認識啊 他們有以上這些症狀嗎 他們呢 都是因為第三個症狀才發現的 比如說那個安迪哥啊 他比較特別 他都會覺得他離癌 就是發現得了癌症到過世 其實非常短 對 那他其實一開始是呢 有一次不小心魚刺刺到喉嚨 然後那時候緊急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跟他講了一句話說 你可能要進一步檢查 所以我相信醫生那個時候 應該有看出一些異常啦 可是呢 他沒有把這句話放心上 所以他後來也是 繼續就是回家 直到有一天 更嚴重的是什麼呢 他們太太做那個三杯雞 大家也知道那三杯雞 都是雞肉料理 用最硬的那一種 對 很乾都吞不下去 他那一次發現 真的完全吞不下去 這時候才發現問題大條 去檢查發現 真的就是遲到癌 因為他長的位置 可能相對比較上面 所以他們那時候 考慮了很久 就是說可能 包括一些喉嚨的構造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 做還沒做 真的還沒做完化療什麼 就已經過世了 可是他們兩個 有沒有前面那兩項呢 事實上他們兩個是 有第四個危險因子 這兩個人呢 喝的酒都不少 對 你有喝很多酒嗎 沒有 據說呢 這他們兩個是 第四個危險因子 就是他們兩個都 蠻會喝酒 那甚至安迪哥 以前煙也醜很多 所以醃加酒加一些不良的 生活習慣造成後來 發現了太晚的時候 兩個都已經 相對治療上比較困 像第二個大家都知道 亞蕭酸胺 其實不只遲到癌 胃癌也會 大家都知道 醃這食物不能吃 那為什麼滾燙的會這樣子 其實剛才你們 已經把答案講出來 你喝滾燙的水的時候 你嘴巴是不是會破一層皮 對 一樣的意思 就是那個是一種 物理性的攻擊 你想想看 你今天燙到你的嘴巴 然後黏膜就要一直 更新出來 對 你食道也是一樣 一直被燙 它也是要一直修復 修復的過程當中 你修復一萬次 你只要有一次錯 對啊 所以你常常喝滾燙的東西 當然有可能會造成食道癌 只是我們也不是說 人家常問我說 那到底幾度以上叫滾燙 對 像我們翻譯的上 是定義六十度 六十度 六十度吧 六十度這樣叫滾燙 所以下次請你要 去吃火鍋店的時候 記得帶那個溫度 天啊 倒到旁邊 先倒到旁邊 好 等五分鐘 擦一下 五十九才能擦 對...會比較容易 但是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食道癌的癒後 那麼差 因為食道癌 跟其他的消化的那個道 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是 其他消化道的構造都很完整 可是 食道癌 比一般的消化道 它就是少一層 所以裡面的癌症 很容易跑出去 加上食道癌 你看這個地方有很多的淋巴 還有很多的大血管 所以食道癌 跑出去是跑得很兇的 另外就是 食道它其實是一個很有彈性的管子 你覺得這種彈性的管子 什麼時候會產生症狀 你說你從喉嚨卡卡 你知道它要長多大 你知道喉嚨卡卡嗎 通常你至少那個管子 要塞掉百分之六十以上 你才開始會有卡卡的感覺 而且食道癌 對啦 我們平常在食道癌 最常見的症狀 就是吞咽困難胸痛 但是其實因為這個症狀 來找我們的 通常都已經很晚了 還有食道癌症狀 可以千七百怪 有人是久咳不欲來食道癌 對 為什麼 因為前面就有氣管 當食道癌症會往外吃 那吃到氣管的時候 你的食道跟氣管就相通了 你的口水就會到氣管裡面 就一直咳 一直咳 有人是呼吸困難來的 為什麼 因為他食道吃到熱膜 熱膜積水 變成他一邊的肺通通都沒有了 他就很喘 結果來檢查也是食道癌 還有人是胸痛 因為食道往後吃 吃到熱間神經 轉過來 那個病人還有 我們還有遇到個病人 司機就來找我 他一直問我說他是不是皮舌 我說為什麼你覺得也是皮舌 他說這邊真的好痛 男生 他說在這邊真的好痛 可是我說你之前有看到 有那個吸水泡嗎 總是要有一段時間吸水泡 他說完全沒有 他說他要很注意 三個多月都沒有好 然後我也搞不清楚什麼原因 所以我去給他做電腦斷層 才發現那個食道的地方 有個施工跟那種 他完全沒有突然困難 我問他吃東西好不好 超順 沒有啊 就很正常 食道在這邊 食道還是往外長的 根本就沒有擋到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症狀 所以食道癌的都是真的千幾百怪 不過我還是要覺得就是 像大家說印度人用手抓東西吃 好像很不衛生對不對 對 事實上搞不好他們在預防食道癌 你手可以抓就不會太燙 你手可以抓就不會太燙 對啊 太燙你就不會再抓 對啊 所以以後你去吃火鍋 就用手撈就好 你在海底撈我就用手撈 你先示範給我看 我都不敢撈 但是你幫我撈 但是要吃火鍋你敢吃嗎 照出來 然後我就敢吃 而且醫師喝咖啡的時候 那個奶精炸 所以他就用手撈就好 手撈就不會太大 照講言 對 那到底什麼體質的人 會比較容易得到食道癌 對 就中醫師來看的話 其實大家可能不敢相信 明朝的古書 就有記載食道癌這個病 真的 真的 但它的名字不叫做食道癌 因為這是西方的這個 英文名稱翻譯過來 古文它叫做 跟格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吞東西的時候 會 它用這個聲音來描述 我遇到的 遇到的 遇到的 對 它的病名叫做 遇 格就是已經嚴重到你的 橫格下不去了 你整個會吐出來說 遇跟格 你去找醫書裡面 它就是在講這個病 發現這個疾病之後 它就歸納出 有四種體質特別容易得 第一個就是 喜歡胡思亂想的 多慮的這種類型 天啊 我有 我有 我媽媽都會吧 然後第二個是 激勞成績 就是說你工作太多 壓力太大 激勞成績的 然後第三 但是都有是不是 對啊 第三個就是 心情很容易鬱悶的 很煩悶的 然後它舒適的功能就不好 很重 真的 那第四個就是 然後一直到清朝 他們才發現治療的方式 中藝的方式叫做 陰陽調和 要說什麼 換了 換了 聽起來有點限制級 要放秋 就是他覺得陰跟陽不合 所以你的氣下不去 你的食物會下不去 但是真的 就是身體的陰陽要和諧 然後 彈食要去除這樣 因為他覺得喝酒 是屬於彈食之物 所以他就提醒大家 陰陽調和 彈食去除這樣 剛才講到那個喝酒 我有上網查 他說 因為我是那個 他說這種人好像缺 缺乏那個代謝酒精的 身體的一個人 對 我有這樣說 缺少這個的人 是不是比較容易 得那個食道癌 有人說 這句話是錯的 那是因為其實我們喝的酒 裡面是乙醇 它到肝臟裡面會變成乙醇 然後再轉成乙酸 就可以代謝 就變成能量了 可是你知道嗎 亞洲人 因為從那個乙醇 要變成乙酸 這個地方 需要有一個基因 要有一個酶 亞洲人兩個裡面 就有一個人缺乏這個酶 但是在西方人 大概十個裡面 只會有兩個 只有五分之一而已 所以西方人 天生會比我們好 那是因為基因的問題 但是你知道嗎 喝酒為什麼會致癌 人家常常跟妳講說 喝酒會致癌 喝酒會致癌對不對 喝酒會致癌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乙醇 乙醇是一個很強很強的致癌物 所以我們亞洲人喝酒 會比西方人喝酒 容易得到癌症 另外一個 乙醇為什麼會臉 就是乙醇會讓血管擴張 所以乙醇 乙醇喝酒 那個臉就紅的人 代表說你其實 乙醇的代謝並不好 直到來最危險的因子 就是抽菸喝酒去冰濃 這三個都有 你得到十二癌劑 就是人家的兩百倍 兩百倍 就是兩百倍 如果你這三個都中這兩百倍 你知道嗎 你口腔裡面的細菌 也有能力把你喝下去的酒精 轉成乙醇 所以在你喝酒的時候 那個乙醇 其實濃度最高的地方在哪裡 在你的消化道 所以喝酒 其實最容易得到癌症 其實並不是肝癌 我們都以前以為是肝癌 其實喝酒最容易得到癌症 就是 反而跟喝酒的那個連結性 比肝癌還要高 那十大癌有哪些症狀 其實剛剛在講那個 十大癌的那個症狀 真的會 但是我剛才有講過 十大癌是一個軟管子 你沒有堵塞超過一半以上的話 你大概很困難 那這樣是像痰那樣子是OK嗎 其實像人家常常講 我喉嚨有痰 喉嚨有痰其實最常見的是 鼻涕倒流 對 這是最常見的 另外一個就是胃食到膩流 另外一個就是甲狀腺的問題 這三個反而最多 時到來產生這個東西 喉嚨卡卡反而比較少 就是這兩個是一樣 你要到喉嚨卡卡你要多久 你那個要多大 你吃的東西 連口水都快流不下去 你才會喉嚨卡卡 對 那其實都已經 很嚴重 長得不大好了 第三個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這三個 雖然我們列出來說 這是最常見 但是這個已經是 最常見的三個症狀 其實第四個 超級常見的就是沒症狀 就是沒症狀 對 就是沒症狀 很多人他是自己來 因為上腹痛來做胃鏡 他是以為他胃痛 對 不小心去燒到食道 不小心去燒到 他食道有病變 所以余總做胃鏡的時候 胃鏡 對 胃鏡是連食道跟胃 是一起看的 不是只看胃 食道也會看 我們大部分人是來做 檢查胃的時候 不小心只發現食道 這是最多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人家常問我說 我什麼時候要做胃鏡 什麼時候要做什麼時候 我就說其實你可以看 因為像食道 理論上他是老年人的疾病 他是五十幾歲的人 比較常發生的 而且男生是女生的十倍以上 是 男生很慘 男生很容易得失到 當然跟習慣很關係 因為抽菸喝酒 是非常大部分是男生 但是跟基因也有關係 我都會說如果你有些 這些危險因子 年紀又到了 你就應該做一下 其媽有一個親戚 然後他是可以摸到 他也是卡卡的 然後他是可以摸得到 好像有東西 有義務這樣 然後就去檢查 為什麼他可以摸到 他那一種是因為 那個淋巴轉移 他摸到的不是食道癌 他是摸到食道癌 旁邊的淋巴轉移 所以你頸部突然間有硬塊出來 你就是要小心 剛剛聽張醫師講 就是抽菸喝酒吃檳榔 我就想到我老公有個高中同學 他就是這樣 他從我們十年前認識他 他就是非常嚴重的 檳榔的重度成癮者 可是後來因為他就到 就是他到大陸去工作 然後有一次回來 也是跟我們就去吃薑母鴨 奇怪 你怎麼回來 他就開始用湯匙 然後一口一口小小口的 慢慢喝 然後我們就笑 你轉性了 怎麼變優秀 然後他才跟我們講說 因為他長期吃檳榔 其實他的那個口腔纖維化 已經很嚴重了 然後他又醃又久 他其實知道自己這樣不好 可是他就一直拖著沒有管 然後到就是那一次 跟我們吃飯的時候 他的嘴巴已經是傷不太開了 然後他吃東西 他都說他吃東西 喉嚨都會痛 而且我們有仔細看 我們薑母鴨 不是會吃一些什麼鴨肉丸什麼 他就自己用湯匙 把它切一切才可以吞 對啊 就變得很嚴重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你們去看醫生 他都說有 就是他檢查就是 除了口腔已經纖維化之外 他食道也已經有癌化的狀況 因為我朋友的媽媽 他們也是食道癌走的 媽媽 所以女生 也有 比較少見 他不是吃什麼檳榔 但是他說他記得 他媽媽一開始只是覺得說 偶爾會咳一下 咳一下 覺得喉嚨就是乾乾的卡卡的 然後他就會自己去買一些 什麼咳嗽的藥吃 然後後來又覺得說 吃東西覺得說 越來越沒有胃口 因為可能覺得不好吞 然後就覺得說胃不舒服 然後也就會 可能就是買一些胃乳片 胃藥自己吃一吃 一直到後來很不舒服的時候 才去看醫生 做大檢查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等到發現 真的說到走的時候 我才半年 非常快 真的速度很快 而且有些食道好像也 發現了也不能開到對不對 真的 就已經比較晚了 尤其有些人真的很鐵齒 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有一個醫生跟我說 他碰到那個病患 他覺得他真的是很可惜 他說原因是 他本來就知道自己有危險因子 因為他說那是一個男生 然後呢 他一開始來找這個醫生 最早多年前找他的時候是 他有餵食道逆流 那當時有餵食道逆流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 事實上第一個 你必須要積極的治療之外呢 你可能要改變你一些生活習慣 對 因為比如說他常常 因為他是做勞動的工作 所以他有時候就是 常常很迅速就把東西吃完 然後他們又要費體力嘛 所以那時候他就發現 因為他常常有那種火燒心 一燦爽 然後醫生就跟他說 要注意這些 除了吃藥是 只有吃藥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改變你這些習慣 他就沒在管 可是第二個習慣就是 他們做工完後 還是習慣來喝一些酒 雖然還有喝酒的習慣 回來加入 他太太有幫他準備好 留那個飯菜 他就是跟艾瑞斯他們 一模一樣 所以他一定要再去 把它加熱到會燙 一定要燙 因為他覺得東西 如果沒有冒煙 你怎麼給我冷飯冷菜吃 他就說 這個我在做工藝術 那樣子回來而已 家裡沒溫暖 這個菜單你練習 你會有上家 對 然後他的湯都加到那裡 一天他冒煙他才要喝 你知道嗎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他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吃東西開始覺得 吞咽有點困難 開始會避開一些很硬的東西 專門挑軟的東西吃 他們就覺得 你這樣不對 去的時候就是 食道還很默契 而且都轉移了 他說那個患者來 真的沒多久沒半年就過世了 真的好難 可是他就說 因為他明明那麼多年前 一直要願意改掉一些習慣 這可能是有機會的 是 但他就覺得 應該也就還好 我覺得從討論這個開始 我跟黃醫師一直在輕談 很好 因為我的口水吞不下去 我還一直覺得 我的口水好像有點吞淺 對 那想預防食道癌的話 可以怎麼做 因為如果說他這麼 防不勝防 真的 我之前是有聽陽師說過 可以就是修復黏膜 心 對 因為我們常常吃燙的東西 有可能食道 你有沒有感覺都會受損 那我就會吃一些保健食品 像新的東西 或者是像 牡蠣蝦蟹 或牛肉那種 比較多新物質的東西 是 對 因為我舅舅之前也是因為食道癌過世的 然後所以我們就後來有稍微去做 因為我們家的人 真的太常吃很滾燙的東西了 然後所以我們有查到就是 如果每天就是多吃100克的 像白蘿蔔 或是像高麗菜 油菜類的蔬菜 可以降低一層的食道磷狀細胞癌 對 對 好啦 我把它稍微放到 差不多 六十八度 六十八度 但是我覺得再高一點點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們家就是固定現在餐桌上面 一定每天都至少會有 一樣這樣子的蔬菜 因為怕避免家族會有這樣子的 對 保養一下 說到這個 那像那一種高粱 或是比較大的酒 烈酒 對 烈酒又比一般的酒 他們認為傷害更大 我舅舅都是遺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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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喝一杯高粱才睡得到的 對啊 對 所以要更小心就對了 為什麼人家會講心 為什麼人家會講心 其實不僅心 還有吸 也有人在講 其實任何對黏膜修復有幫助的 它都有可能對你的食道來講 你的預防是有幫忙的 其實不只是那個 C C A C B 都有在講 好像剛才講的那個蔬菜 那種抗眼花劑一大堆 其實我只能跟你講 你吃這些東西 我都不會有反對 但是這些東西 都沒有被我們寫在教科書裡面 就是他們的證據都不夠強 那可能很靈性的證據都不夠強 現在預防食道來只有一個方法 什麼 就是 這是最好的 東西不要吃太平淡 醃漬不要吃 就是其實我常常在講 人家常常問我說 我家裡很多人得胃癌 我怎麼辦 我家裡也有很多人得到乳癌 我怎麼辦 我常常在講 這就是基因跟環境 你又不能 你要改變基因只能重新投胎 嘛 換一個爸爸媽媽媽 不然沒辦法 你能改變就是環境 那環境很簡單 你看我們現在 威脅的因子你都查得到 你就散嘛 對啊 我們現在可以講說 食道還最可怕就是抽菸喝酒吃冰淡 你就不要做嘛 對 混燙的東西就不要喝太多 好難 就這麼簡單 很難 那就等食道 有沒有 沒有 就醃漬酥就不要喝太多 那除了這些方法 我們還能做什麼 就是小心嘛 有症狀出來 不要有症狀已經有提醒你的 你還不來檢查 對啊 我們能做的只有這些 黃帝內金教我們一招 穴位保養 大家現在喉嚨都很卡對不對 對 喉嚨都很卡 嘴一嘴 對 我們就兩手的虎口香 對 相對 對 相對之後你的食指 會摸到另外一個 我們這個饒骨上面一個淨突 凸起的一個骨頭有沒有 對 骨頭後方你仔細摸摸看 有一個小小的凹陷的位置 用力的去掐那個凹陷的位置 會覺得酸酸痛痛的就對了 它就是一個叫做裂缺的穴 它是一個有縫隙的穴 所以這個穴它可以把這個喉嚨 還有這個頭部的一些痠痛 還有一些腫脹的一些氣 從這邊發出來 很痛 左右手都可以隨便嗎 左右手都可以 然後我們這樣子很痛的柔 按一次要三十下 按完之後還要按一下大拇指的兩側 這樣子就會很有效 黃帝內金講說 我們胸中已經 食到一些玉琢之氣 它會經由這個大腸的經絡 然後從裂缺跟這個紹傷穴排出 那做的時間就是每天 你要自己找時間 清晨或白天都可以 一天就是做三十下這樣子 對 還是要啦 你左邊還三十 右邊三十 湯就涼 這樣也有 有 好啦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也是讓人措手不及的癌症 是什麼呢 來看看大家 如果你特別愛吃肉 特別愛吃高度的 喜歡 好吃 再來有肥胖問題 有 有 我承認我有 我們看得出來 沒事就愛小卓一杯 又是酒 又是酒 小卓一杯 是不是 我超愛吃肉的 你超愛吃肉 可是你還好沒有肥胖的味道 我之前 之前沒有這麼瘦 我是因為後來拍戲 然後去開始去參加一些 重量訓練幹嘛 才變瘦 對 然後我之前 但是我比較尷尬的是 我以前沒有愛小卓 但我最近還滿喜歡的 因為你知道就是 開始 壓力 有一些痛 因為變巨星之後 壓力變大 對 也不是這樣 對啊 就反正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 跟大家聚在一起 小喝一下 還滿舒服的 但我偏偏又是那種 身體沒有霉的人 所以你會臉紅 都會讓出那個問題 但是我 我有發現一點就是 我是不是我沒有霉 但是我紅得快 去得也快 是不是這樣 沒有... 那個... 你會紅 就是因為那個以權的關係 所以一般不會紅得快 去得也快 那另外就是酒量其實 那是人生跟當藝人 換成 他講你的人生 但是我這樣演得 為什麼 其實代謝以權 在人體還有另外一個霉 那個霉是可以訓練的 所以酒量有百分之二十 是可以練出來的 可是你肉吃多 可以吃到多多 我基本上 我如果去吃火鍋 然後讓我自己挑的話 我可以只吃肉不吃菜 我也是 我也是 因為我覺得很舒服 而且我會比如說 先吃牛再吃羊 再吃豬 對... 最後再來一個 最後... 最後再來一個內臟類的 這樣 都起高脂肪跟肉 都是眼鏡的 其實都會吃 很多東西對不對 這三顆我也都中耶 你... 我沒吃就愛小卓一杯 你屁你不是小卓 你是酗酒吧 你是酗酒 我小卓 你說一瓶 他喝半瓶而已 對啊 我沒有喝到一瓶 我就是因為有肥胖的問題 我以前很胖 所以那我減肥的方式就是 去掉那個精緻型的澱粉 所以我就特別愛吃肉 然後我也是一樣 吃火鍋的時候 我就可以叫到兩份的肉 然後都會很愛叫什麼牛小排 或者是什麼雪花牛那種 那比較好 一定要 對 然後早餐的時候 我大概就是吃煎蛋 然後就是漢堡肉 然後加起司 因為我叫它 叫早餐店鋪 加起司 真的嗎 好快喔 真的沒有麵包啊 我覺得這樣吃會比較瘦 所以我也是漢堡肉 當麵包夾起司 對 可以上下 然後起司 然後裡面再一個煎蛋 我覺得這更超過 對 這整個吞咽都不困難 對啊 但是以上這種之狀 小心會有什麼 防不勝防的癌症呢 嚇死你們 好可怕 對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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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遠 很不熟 很遠 對啊 明準也是因為胰臟癌 對 其實因為 劉俊宥之前 其實有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有一陣子 常跟他一起錄影 那他那個時候 就在跟我講說 他們早年社會記者 所以社會記者 有時候 有要出入那些 比較特殊的場所 包括酒店或什麼 他說有些酒店媽媽桑 他說那個時候 還為了讓他們 可以多叫一些酒 因為他們賺的就是酒錢 對 還會準備那種 特別的醒酒配方 先給他們吃 對 所以裡面還有什麼 什麼影子還有什麼 大部分是高單位的B群 對 就給他們 他就說就是 像他說他就說 之前他們真的很厲害 那個媽媽桑就會 先送這個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喝酒 所以他以前真的喝得很兇 那男生嘛 真的特別愛吃肉 肉 所以真的 他後來有一次 他上節目大家一看 怎麼瘦這麼多 就覺得有點怪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食道 可是你想 之前國內外其實 疑障癌 疑障癌的名人真的不少 印象也符合這一點的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 那個很會唱歌的南高音 叫做 他也是疑障癌過世 可是他印象比較覺得 比較好像不是這一群的 其實是 因為像受藥藥這一種 他得的是疑障的腺癌 而賈博士得了他的疑障癌 是疑障上面的這種 神經內分泌種 因為不同的癌款 所以因為覺得 賈博士好像撐久一點對不對 那受藥藥他們一發現 可能就沒酒 就是你看 尤其是你看他胖胖的 愛吃 愛小酌 尤其愛喝酒這一群 真的好像相對是症狀 風險點 天啊 我還是要講 癌症就是基因跟環境 性別也是基因的關係 隱藏癌跟食道癌一樣 都是男性居多 都是男性居多 所以就是 男人的名字 真的就叫做弱者 好不好 我們比較容易得到隱藏癌 是女生的 因為你們藍色 你會少一邊 對 我沒有優勢 我們不會得乳癌跟子宮頸癌 對 但是我們有打完癌 可以 兩月不能平衡 對 而且當遺障的通常都是男生 所以男生叫人家說 喂 這個 裸體還不錯 這個大概是兩倍 不像食道癌這麼高 食道癌大概是十倍 男生得到遺障的距離 是女生的兩倍 所以是男生本來就要比較小心 又來抽菸 又來抽菸 為什麼 一樣 抽菸這個東西 就好像剛剛講的 人家講說PM2.5只會肺癌嗎 不是嘛 像我們知道PM2.5 還會增加性血管疾病 還會增加肝癌 所以我來說 這些自癌的物體 是跑全身的 你抽菸進去 這種自癌物體是跑全身的 全身都可能會影響 抽菸會引起一障礙的機率 一次兩倍 喝酒 喝酒會直接造成 慢性的影響發炎 很多人喝酒 常常會肚子痛 那幾次是慢性上發炎 又來了 你一個東西一直發炎 就等於在破壞 破壞完之後又要修復 老師不理你 那保管復復 就是會 老師 我舉手舉有點久 因為我最近看了一個報導說 小酌對身體 你說的是酗酒 那如果我是小酌可以嗎 好 你說小酌 我等一下回答你 我先回答你 之前人家常講說 睡前一杯紅酒 對 兩年一受 但是前兩年的 我們醫學界最有名的期間 AEJ 又說 每喝一杯紅 這種 我們沒有答案 我們醫學界也沒有答案 你說什麼小酌 一定是學一學完 一定會怎麼好嗎 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從大陸去看來 並沒有造成什麼 就是小酌其實也沒造成什麼 很大的傷害 但是你說延長壽命 我們確實也沒看到 是 所以我只是說 酗酒的人 好擔心 那個胰臟癌的幾率 是人家的7到13倍 因為它會直接破壞你的胰臟 你發完不完就是會這樣子 你知道肥胖不用講 那就是飲食 剛剛我們講的多吃肉那些 肉裡面就是膽固醇 那個膽固醇這種東西 在大腸的時候 大腸裡面有很多細菌 那些跟膽固醇一混合的時候 其實會產生很多的自來物質 所以多吃肉的 本來就比較容易得到大腸癌 除了大腸癌之外 也會比較容易得到一張癌 但是一張癌的關係 跟這個比較小 跟大腸癌比較有關係 另外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第二型的病人 得到一張癌的幾率 也是人家的兩倍 為什麼 因為糖尿病大家都知道 是有胰島素的阻抗 對 完了 我又完了 我扛了十道 一直在扛 我扛那個牙齊 我扛一下 我扛一下 你過來 我幫你抹 其實糖尿病人為什麼 其實我們知道糖尿病人 他的胰島素是比較沒有功用的 比如說正常的一單位的胰島素 可以降三十單位的血糖好了 這些糖尿病的病人 他一單位的胰島素 可能只能降十五單位的血糖 所以他就要一直分泌大量的胰島素 胰島素 胰島素從哪裡分泌的 胰臟 胰臟 所以他胰臟就多做工了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 就比較容易得到胰臟癌 這些都是 對啊 那至於說胰臟癌到底會有什麼症狀 為什麼胰臟癌會拉肚子 我們又不是什麼 為什麼 胰臟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所謂的內分泌功能 一個是所謂的外分泌功能 所謂的內分泌功能 就是剛才講的分泌胰島素 通通血糖 外分泌就是 他要分泌很多蛋白酶 因為當你有胰臟癌 特別是長在頭部的胰臟癌的時候 你這些脂肪消化煤都分泌不出去 所以你吃這些東西 就很容易一直膚泌 你只要吃到稍微有一點的一些肉 你就會一直拉肚子 因為你沒有消化煤了 那第一個為什麼你大便會變白 胰臟癌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有時候天無絕人之路 胰臟癌如果長在頭部 很難開到沒有錯 但是你知道嗎 那邊有個所謂的 你的肝臟 注意會分泌很多的膽子 會有個膽管 再通到那個小腸裡面 這個膽管就在胰臟的旁邊 所以萬一你今天有胰臟有長癌症 去壓到這個膽管的時候 你的大便裡面就沒有膽子了 所以沒有膽子了 你的那個大便就會變灰白色的 就會變灰白色的 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想想看 就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沒有膽子下不來的時候怎麼辦 就吸收回去 所以病人可能就會有黃膽 這兩個是一樣的 大便灰白色跟黃膽是一起的 就是大便灰白色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常常講 大便大完了 回頭看一下 有時候會告訴你很多很多的資訊 那胰臟癌是非常容易的 體重減輕這樣 其實我常常講 胰臟其實在我們的臉裡面 任何地方 它分三區 它在哪裡 你肚臍上 大概就在你肚臍上 然後在後面 它頭在這邊 那個中間在這邊 它尾部在這邊 如果長在體部跟尾部的 那個胰臟癌 通常都沒有救 為什麼 因為它幾乎不會有症狀 因為它旁邊沒有什麼器官 所以它一定要一直長大 一直長大 等到它覺得很痛的時候 你才會過來找我們 你覺得背痛難了 你才會來找我們 可是那時候頭痛看起來 它已經散開了 它吃到旁邊的神經了 所以大部分都不能開了 反而是頭部 雖然開到最困難 可是因為它旁邊有一些 就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像那個膽道 所以它比較容易會有症狀 它幾乎是現在 已知癌症裡面 對 癒後最差 很多人都是從發現到死亡 在我們手上都是 真的 好厲害喔 而且後期因為很痛 所以大部分都是 都痛不欲生 對 都還滿慘的 其實中醫它的古蹟也是記載 它跟飲酒最相關 再來就是愛吃一些 比較油膩的食物 我們叫 就是說 酒或是油膩的海鮮 內臟這類的食物 會容易引起胰臟的發炎 再來就是中醫講 叫痰痴的體質 痰跟痴都是一種水的狀態 那痰大家知道 黏黏稠稠的 它就是形容身體的那個 氣跟血在循環的時候 那個血就像痰這樣子 不太會動 所以就黏住在那邊 變成一團 所以到最後就變成一個腫瘤 那痴就是 還沒有變痰之前叫痴 那如果你還不是癌症 但是你有痰痴體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些症狀 最明顯就是說 像早上起來 你會覺得 就會覺得 這很典型的痰痴症狀 第二個就是痰痴 它有時候會發在這個皮膚 所以如果你皮膚有一些 不明的一些搔癢 或者是一些就是痘痘 特別是小腿的兩側 或是手臂的外側 以及腹部的側面 這些膽經的經絡 有所謂痰痴的這個話 它就會有一些 會癢的疹痴在那邊 那女生的話 有時候腹部 就是肥胖會有脂肪 或者是女生的這個月經 容易會異常 以及會有一些白帶的情況 都是屬於痰痴體質 會有的現象 我剛好就是 我老公家 他就是有一個 遺障 真的得了遺障 對 他真的是遺障得了遺障 可是呢 他就是不菸不酒 然後非常喜歡吃甜食 像我 因為我那時候 阿姨就有講說 他們早上那個 因為他們住在鹿港 他們早上就很喜歡 我那個遺障 他就最喜歡吃什麼 甜甜圈那種 傳統甜點當早餐 而且他們中部 不是有一個很有名的 那個雪花糕 還是牛奶糕 對 他是可以就看一個劇 一個小時 然後就自己一個人 剋掉一盒的那種 那真的很有 對 所以想當然而 他就是很快就得糖尿病 可是他就是一直都有在 就是看醫生控制很乖這樣 可是去年有一次 我們去那個鹿港的時候 就想說順便去看一下 結果發現天啊 一丈他整個人消瘦到不行 就不然變得非常非常的消瘦 後來我就偷偷問阿姨說 為什麼一丈瘦那麼多啊 結果一丈阿姨就 就是 就是心情就滿低落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一丈被診斷出來 得了一丈癌 對 我阿姨的好姐妹她也是 因為她那時候 我對她的印象就是 我看到她 她就是很喜歡吃肉 就會約我們一起大家 去吃吃到飽餐廳 然後我那時候對她印象 真的是印象深刻耶 她的肉啊 可以吃超多 還有海鮮 我第一次看到一個女生 可以吃這麼多 然後我還一個很崇拜她的那種感覺 然後她說 天啊她怎麼可以這麼會吃 對 重點是她那時候就是 我想說她也是那麼會吃 所以她就有點肉肉的這樣 然後我就不以為意 可是就過幾天之後 我又看到她的時候 她整個消瘦 然後我就問她說 阿姨是在吃減肥藥嗎 妳吃哪一家怎麼那麼有效 瞬間耶 就差很多 我想說天啊她是去換個人嗎 可是阿姨那時候 還不知道她的症狀 對 她那時候也說她也不知道 就自然而然就瘦下來 還很開心 對 很開心的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天下怎麼有那麼好的事情 然後之後過沒幾天的時候 阿姨就完全都沒來了 然後我就問我阿姨就說 我就問我那個阿姨說 妳跟那個阿姨是吵架嗎 為什麼她都沒有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阿姨就很嚴肅的跟我講說 她前陣子就肚子超級痛 然後她陪她去婦產科檢查 可是怎麼檢查 都是檢查不出一個所以來 然後到最後那個婦產科醫師 就叫她要去大醫院轉診 然後誰知道 末期了 對 然後我阿姨就跟我講說 那他們一陣癌末期 真的是痛的時候 就已經沒救了 就是他們初期是完全都 不會有任何症狀 對 我就覺得太驚訝 怎麼會這麼地突然 我之前寫過一個 我覺得她也是算是一個 也蠻不幸的案例 你知道那個女生也是 沒有任何症狀 她發現的情況是怎麼樣發現呢 她們公司健檢 她50多歲女生公司健檢 健檢報告出來 有一欄異常 是她的肝功能 而且還不是很嚴重的異常 她想說肝功能異常 所以叫她再進一步做檢查 所以她繼續做了肝臟的檢查 做了超音波一看 肝臟上面有很多的腫瘤 不是一顆 是很多顆 很多 後來才發現她的肝腫瘤 是胰臟來的 她是胰臟來的末期 所以肝腫瘤 她本人你看她沒有感覺 她是公司的健檢發現 她肝功能異常 結果因為都是很晚期 她也是沒有撐過半年就過世 因為她沒感覺 那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預防這個胰臟癌的發生 那我之前有聽說 就是多攝取液酸跟維生素B6 可以降低76% 76% 76% 76%的胰臟癌的幾率 所以我現在呢 就是只要去買水果 我就會特別挑選 維生素B6最多的 比如說像香蕉啊 芭樂啊 這種水果 然後呢 蔬菜也都是要選 深綠色的 像菠菜 而且我聽說菠菜是 那個葉酸跟B6都很多是吧 對 就是要大量的攝取 這一些東西 就可以盡量的降低 移上來的機率 因為我阿姨她 因為她姐妹 因為得了這個嘛 然後就突然過世 然後很突然 所以她自己就有去 上網爬了 妳就跟我講說 要多吃山藥 因為山藥它其實會有 那個黏稠性 所以它可以幫助 就是消化代謝的 保護它的那個胃壁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減輕那個 就是胰臟癌附身的那個效果 對 附身 對 附身 好險 好險 他是一個 對 又要把他附身 是摩西納嗎 等一下 吃山藥 那我告訴你苦瓜眼的 預防摩西納 沒有啦 那個妳是也有查過之下 就是苦 我聽說苦瓜也是可以 預防一張 因為美國有一個癌症中心 有做過就是實驗 然後她說因為苦瓜就是 屬於叫良性的食物 然後它是可以降血糖的 所以就是有那個抑制 那個預防癌細胞的風險這樣 妳剛才喬喬媽說 妳要吃什麼 香蕉跟芭樂嘛對不對 對 妳就知道妳這個消息 是芭樂消息 為什麼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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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農跟芭樂 放進來的消息 沒有啦 其實應該想講 妳吃那些東西 我都覺得很好 多吃水果本來就是很OK的 是 妹妹 補充葉酸也都很OK的 但是妳說他們能夠 預防以臟來 那都是鹽之果 像我常常講的 不要因為一篇的研究 就去講什麼 如果這個東西這麼有效的話 早就變成寫在我們的 膠割樹裡面 大家都在做 妳講的那個 古雜樹也是一樣 妳講的那些 很多東西妳在網路上 可以查到一兩邊文章 比如說妳吃什麼水果 或是吃什麼食物 裡面的某一種東西 可以抑制胰臟癌 妳常常可以查到這種 甚至抑制摸摸摸摸 為什麼 因為他們把那個東西裡面的 某一種成分有沒有 它可能在體外 或是做一些動物實驗 發現它好像有抑制的功用 它就跟你講說 人多吃可能就會 有什麼幫忙 但是為什麼 在人身上都看不到 因為這有兩個東西 因為人跟動物 還是不一樣 那第一個是 你這樣子 你給動物吃的量 你是人吃的量 那個量 就是你吃的量很少 那可能只是一個食物而已 你要把它做成藥 那還言之過早 我沒有反對你去吃香蕉疤 或是說 你要靠葉液痠跟B2 來預防胰臟癌 那真的是言之過早 我還是最強調 有什麼威脅因子 就閃它就對了 戒菸 一定要 戒酒一定要 控制體重 這是三個預防胰臟癌 因為控制體重 就可以預防糖尿病 那就是預防胰臟癌 最好的方法 所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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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喝冰 那柏醫師 想避免胰臟癌的話 我們平常的飲食 可以做什麼調整 是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 如果你有這個 痰濕的體質 你怕你進一步 可能會變成這樣子的話 你痰濕體質的保養 就是你可以取這個 陳皮五克 陳皮五克你就 煎五百CC的開水 然後再加一點薑跟紅糖 你就是放涼之後就可以喝 因為陳皮這個藥 在本草綱目來講 它是 意思就是說 皮胃它是元氣之本 那肺它是這個 調氣的一個倉庫 因為肺裡面是裝空氣 那今天痰跟濕 它要化的時候 它必須從皮胃跟肺來 做一個代謝 那陳皮可以就是 健皮開胃幫助消化 所以它可以去除痰濕 而且要三年以上的陳皮 才可以叫陳皮 不過其實今天聊了很多 因為之前 和鮮的關係 所以大家對這兩個癌 時到尾跟一戰 就是很好奇 怎麼會速度那麼快 今天講了一些的 就是有一些症狀 我們其實可以了解一下一下 或是預防一下 而且就像我的仇人 江醫師說的 我寫英子 我們就盡量避免他 不言不久 不要非碰 謝謝大家 記得上 媽媽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 拜拜 我發現現在家長 跟老師的溝通其實很頻繁 互動也很頻繁 很像這樣 小朋友在學校的狀況 老師也會很急速的回報這樣 可是我發現 其實有些 還是要小心 尤其老師 他面對那麼多的家長 那我們在跟老師溝通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第一件事情 跟他說聲謝謝不為過吧 每一次對話之前 理多人不怪 先跟老師說 老師謝謝 不管是對孩子的叮嚀 或什麼的 然後你再寫寫 你要跟他溝通 我想這是基本禮貌 那有些家長會急 說老師今天怎麼工作那麼多 所以我說 怎麼這個今天 這個什麼東西 為什麼沒有講清楚 或是明天到底 體育課要穿什麼 就是你沒有 一開始有個禮貌 啪啦啪啦就丟問題來 對 我覺得對老師來講 就看了就心情很多 好 那當然在有一些家長 他就沒有那麼的詳細描述 他在孩子學校的一些事情 他每一次只會回一句話 就拜託老師啦 好 拜託老師啦 拜託老師 那當然老師很高興嘛 看了幾次之後 可是如果你一整學期 一整年 你都是拜託老師啦 其實老師就想說 你到底有沒有在 對啊 到底有沒有在 在這個 在參與到孩子的學習 是 因為畢竟家庭教育 還是占很大一部分 而且現在的教育 基本上都希望 家裡面跟學校 是一個緊密的結合 不再像以前是說 就丟給老師 所以我想 不要很敷衍的 就是拜託老師這樣 那第三個也是 每個老師 他其實都好有風格 那你如果整天 就一直跟老師指望說 隔壁班怎樣 這個也很討厭 我有一個 我的誰誰誰 他在別的學校怎樣這樣 那我覺得 基本上老師心裡的OS 跟我們醫生一樣 對啊 阿不然你來 練中老師 對啊 就是好像有點就是 不要一直比來比去 我們有自己的風格 是 那而且現在我們都是一個 挑戰權威的時代 所以很多的家長也會 對老師以待貶損 認為說 我也不覺得你有多了不起 我也是大博士大教授 有的時候會跟老師講一些 比較 好像比較沒有禮貌的建議 我們不希望我們讓孩子 覺得說 我們可以用一種 很沒有尊重人的方式 來貶損他 所以重點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不要跟孩子面前 講老師的壞話 所以我比較懂 他不懂 那這樣的話 你的孩子在學校 有可能會惹上一些麻煩 了解